光糖 預備 來 請喝... 來 五秒沒有喝完再喝一杯 快 五秒 四 大玩猜子遊戲 糖從聖恨梳子成一組 怎麼猜就是猜不到 主持人徐乃玲不給過關 硬要他們喝下苦茶 我以為快一轉 可是不會有這個答案吧 有啊 因為第一個很急有沒有 急 第二次敗 你知道嗎 徐乃玲上個月底錄影影片外流 就是這段節目內容掀起輿論 但也成為另類焦點 製作單位更在臉書 搶先放上兩人截圖 疑似希望用這一段爭吵內容 來吸引觀眾收看 只不過播出版本 製作單位把標罵片段 全部剪光光 只留下嘉賓們 一臉尷尬的模樣當結尾 下口殘開 開什麼玩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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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連在PTT版上也造成轟動 許多網友邊看節目邊留言 甚至實況轉播 要大家注意表情 更有人留言 其實覺得夏語心才是起火點 尤其在節目的後半段 徐乃玲的臉色明顯沉重 大家的表情也忽然變得尷尬 疑似當時就是唐從聖被罵完後 大家又開始錄節目 網友邊看節目當起鍵盤柯南 看來這一張逆向宣傳果然奏效 TVB新聞 新聞徐坤山林指揮綜合報導 佩佩